HELLO 各位企業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仲偉老師 哇 今天是大年出事囉 那出事呢 是一個 接神 迎神的好日子喔 我們常講呢 就是要 送神找迎神玩喔 那你要記著喔 當你在迎神的時候呢 一定要跟你家中的神明禀報 然後記得呢 請他多帶一些 財神的眷屬或朋友呢 來家中做客喔 讓你在家裡呢 都可以呢 打造出佛光普照的磁場喔 今天在習俗當中呢 是不宜出遠門的 你要在家裡呢 當宅男宅女喔 那你要記得 當宅男宅女呢 千萬不要樹田來接神喔 以面相來看呢 我們要如何打造男神跟女神的好面相呢 男生的話呢 特別要著重在眉毛的部分喔 因為眉毛呢 就是 所以眉毛如果男生有雜毛的話呢 一定要把它修飾乾淨喔 那這樣的話 在新的一年呢 你可以好的貴人運 然後小人遠離你 女生的話呢 特別適合在下眼鏡就是臥蠶的部分呢 打一點敷光喔 讓你的臥蠶呢 看起來很飽滿 而且呢 閃閃的發亮 那這樣的話 新的一年呢 你可以求得好的桃花 讓你呢 女神的光芒呢 散發出來喔 那記得不要素顏去接神回家 今天大年初四喔 除了要多修養生息之外呢 也不要素顏以神喔 那祝福大家新的一年 好 眉毛來 四次順心